大家好!欢迎来到MKR新闻频道!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! 谭松韵最新照片展现成熟韵味,引发粉丝热议。谭松韵的外貌变化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讨论,成为网络上热门话题之一。 他曾经的青春气息是否还在?他的外貌变化是否是自然成长的一部分?这些问题引发了人们各种不同的看法和观点。一些人感叹他曾经的形象已是,无论经过多少滤镜修饰,都无法再现当年的青春风采。他们怀念他过去的容颜,感到遗憾和惋惜。 然而,也有人认为谭松韵的外貌变化是必然的,是他成长和发展的体现。他们认为每个人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外貌和内心的变化,这是生命的常态。 类似的情况在娱乐圈中并不罕见。许多明星在经历职业生涯的同时也经历了外貌上的变化。 有些人选择通过整容手术来改变自己的外貌,而有些人则选择保持自然的状态。 这些变化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,人们对于明星形象的认知和期待也有所不同。 谭松韵的外貌变化反映了社会对美的不同追求和标准。然而,这种关注也可能导致对美的标准过度固化,忽视了内在美和个性魅力的重要性。 这一事件促使人们反思对美的定义和标准,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来欣赏不同类型的美。 谭松韵作为一名优秀的演员,他的外貌变化可能会对他的事业产生一定影响。 如果观众过分关注他的外貌而忽视了他的表演和作品,可能会给他的演艺事业带来困扰。 然而,也有人认为观众应该更多地关注他的演技和作品,而非过分注重外貌。 虽然目前关于谭松韵外貌变化的讨论还没有最新进展,但无论是他的外貌还是内心的成熟与迷人,都是他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。 因此,我们应该以客观的态度来看待这一事件的影响。 谭松韵的外貌变化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讨论,反映了人们对美的不同追求和对明星形象的关注。 我们应该更加注重他的演技和作品,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来欣赏不同类型的美。 同时,我们也应该反思自己对美的定义和标准,认识到真正的美来自内心的力量和个性魅力。 期待谭松韵能够继续为我们带来优秀的作品和表演,展现更加成熟,更加迷人的风采。 在娱乐圈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中,她的坚韧和勇气将成为她最宝贵的财富,引领她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。 谭松韵的近兆与之前的少女形象相比,现在更添了几分成熟于韵味。 她的风采让人眼前一亮,展现出了难以言喻的魅力与魅力。 期待她在未来的演艺事业中不断展现出更多的成长与进步。 惊艳而语 于书欣的绝密只是成就徐凯的辉煌战绩你好,星期六春日逆袭赛掀起热议。 刚刚,湖南卫视播出了你好,星期六,迎来了春日逆袭赛。 剧组灿烂的她的慧英红、刘昊存以及其今朝的徐凯、于书欣、傅欣博、万鹏受邀做客、宇和炯、蔡文静、李雪芹、秦肖贤、丁承欣、杨迪、吴泽林一同开启了春日的快乐时光。 据悉,本次春日逆袭赛中,积分最低的队伍将接受爱的抱抱惩罚,败者需要环抱气球,直面气球被扎破的挑战。 第一轮游戏是环环相扣现实接力赛,所有队员都要参与。 结果,必胜队的慧英红一边手上转圈,一边为秦潇闲吃秦菜,以出其不意的速度赢得了众人的惊叹。 轮到杨迪和蔡文静走指压板时,两人互相嬉笑,却被圆环套住,不得不靠近,场面十分搞笑。 最后时刻,蔡文静踩在杨迪膝盖上,杨迪则托举着她,展现出了惊人的男友力,引发了众人的欢呼。 第二轮游戏以恋爱补守卫题,模拟问答环节,看看哪位嘉宾最了解女生的心思。 在一个男生使用女性化表情包的问题中,蔡文静凭借自身经验猜出了女生生气的原因,而李雪琴,秦潇闲则表示完全想不到,丁诚心更是一头雾水。 今晚的泼水游戏321看这边,增加了一个额外规则当某一队达到三分后,其他队员就可以用场上的小杯子上场助阵。 结果,傅欣博一5比1的成绩将杨迪打得落花流水,徐凯和秦潇闲则战成了4比4平局。 面对激烈的战况,于书欣反应灵敏,迅速领悟了游戏的关键,凑到徐凯耳边现场之导。 果不其然,徐凯立即获得了胜利。 想知道于书欣传授了什么秘籍?赶快打开电视去看吧! 你好,星期六的春日逆袭赛真是精彩分成,特别是于书欣的耳语,让徐凯大获全胜,真是令人惊叹。 这场比赛充满了乐趣和惊喜,每个人都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和魅力。 期待下一次的节目,再次感受到这份欢乐和精彩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